马路上车很多 关键一辆白色轿车逆向冲撞 对象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没出逃 连后车驾驶也遭殃 三辆车撞成一团卡在路中间 车祸发生在台北是木炸 晚上九点多 车流量还很大 没想到居然就有人就驾撞车 肇事的是一名46岁的张姓驾驶 自称和朋友吃饱饭要开车返家 没喝酒却撞成这样 警方调监是去厘清 发现他过了路口之后就逆向行驶 害得对象红色轿车 黑色轿车颇及被撞 当场检测他酒侧值0.19超标 直接举发扣车 更查出他是新店区的诊所医生 另外一起同样是酒驾车祸 发生在新竹竹东镇 六号下午两点多 有驾驶在路口左转 转到一半却被汽车撞上 歧视当场谈非重衰落地 警销人员获报近期将人送医 赵氏的机车还留在现场 不过车壳碎裂严重 车头大灯也整片掉下来 事后一查骑士血液中酒精浓度 达0.09超过法定标准值0.03 连续多起酒驾肇事 远景只能再三提醒 近期聚灿多 也有人会吃江湖鸭 养肉炉暖暖身 若有饮酒 千万别开车骑车 以免肇事害伤人 TVBS新闻陈冠宇 陈世敏庄介人 叶军台北新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